嗨各位小财神今天过得都还好吗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中信华航联名卡的开箱影片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觉得蛮好奇的 就是我上个礼拜呢就是参加他们的记者会嘛 那我记者会结束之后立马就申请了 在四天不到的时间我就收到这个信用卡了 所以今天呢重点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华航卡到底它的金属卡跟一般的商务预期卡长什么样子 今天就会让你看到 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些有趣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金属卡开箱给你看 包含我们的商务预期卡 那再来的话呢这个信用卡送你的金卡汇集有没有亮点 这是我们今天会谈问的 最后的话就是为什么要申办顶尊卡跟商务卡这两张 它可以并用的优势是什么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要一次办两张卡片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那我们事不宜迟就来到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卡片开箱的部分 好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金属卡啦 哇这一定很期待哦 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 台湾啊有不少卡片是有金属的 但是它通常都是非常非常等级非常高的 一般人都比较难去拿到 比如说中信有一张顶尊卡 那顶尊卡的部分你要放了至少3000万的资产 而且是限中国信托邀请你你才有可能可以拿到 那它的那个年费好像也是10万吧 就还不少 对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要拿到中信的金属卡大概只有这次机会 然后这次只限定这个顶尊无限卡只限3000张嘛 发完它就可能不再发了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限量的一个情况 所以才会让我就是 上一次影片跟大家分享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申请的原因 好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美国运通的大白 它也是金属卡 但它的年费是36800 门槛就高了一点 然后你年收至少140万以上才可以申请的下来 那再来的话呢 好像星展银行也有一个丰盛尊要无限卡吧 好那张卡片也是邀请制的 所以你如果没有放钱在这个 他们自己星展成为他们的这个采管客户的话 基本上都不太可能可以申请这个金属卡啦 好所以这个这张 我觉得对我们小资助来说是有可能可以入手的 所以我也特别就是申请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 好那它的包装呢 跟一般的信用卡中信信用卡的包装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般普通灰色的 然后这个是真的是有质感的 像他们之前的这个顶级卡 YPAY顶级卡也是用这种类似的包装 就是来发送给消费者 这都是很不一样的设计 好那这一次呢 等级又更往上提升了 给大家看一下 它 这样子 有没有 这个感觉 它这边有一个类似是贴了一个 很多很多的那个条纹的感觉 所以它不是一般纯黑的卡纸 那背面的部分也是一样 你看 这真的是有认真设计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这个打开之后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 它把你的这个卡片的这个开卡函放在这边 然后还有后面一些相关的资讯 所以它其实也是经过了一整套 就是非常精良的设计 会让人家就是有眼睛这样子 呜 为之一亮的感觉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现在把它拆开之后有什么东西 这个开卡函我们最后再看 我们来看一下 它送你的一些这个DM的部分 刷新旅程的深度 好 那这张卡 卡纸呢 它其实用的是 这有点类似像 珍珠雾面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印刷设计 非常的质感 那它背面的部分就是 你有一些住宿的部分 有一些优惠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给你看 你应该看得清楚 对 所以如果你有申请的话 你会拿到这种 这种所谓的特殊的卡纸的这个设计 刷新体验的温度 有没有看到 体验的温度在这里 然后呢 它的背面的话是跟你讲说 你可以拿到哪些里程的部分 有一些迎宾礼啊 然后这个手刷礼之类 满额礼之类都有 最高就是八万八这样子 所以它这边都有写到了 有加码礼啊 然后数位礼 手刷礼之类的 都有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 你们也可以在官方网页上面 去看到一些详细的资讯 那再来的话呢 刷新里程的速度 这张卡纸跟你分享的就是 诶 它的这个 雷礼的比例的部分 像这个顶重无限卡的部分 就是国内就是18元一礼嘛 然后在华航跟指定通路 比如说海外的部分就是两倍 那也就是说18元可以累积两礼 生日礼的时候是18元累积三礼这样子 好 这边都有写到 那还有里程兑换的部分 就最优12000里左右就可以去兑换到这个机票 所以也是让你就是很快速的可以去累积 那这个有没有亮点的部分 这个是将来有机会我在做影片跟大家探讨 这样子 那最后是刷新里域的宽度 好 这个里域的宽度的部分有讲什么东西呢 我看一下 这个是金卡汇集 然后还有这个万豪的这个汇集的部分 那这个都是今天会探讨一下就是华航的这个汇集的部分 跟大家聊聊 那这个万豪的部分就需要在研究才能跟你讲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你会收到12344张很漂亮的纸卡 这个是跟你介绍他们这个卡片权益的部分 算是非常用心在制作 所以你收到这个东西的纸卡 你其实眼睛会为之一样 而且觉得很棒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张 就是你的金属卡 有没有 在这边 闪闪发亮这样子 那我在这边的话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下面的资讯就是你的收件人 跟你的这个 你的额度 然后还有你的卡号后事码 跟你的姓名的部分都在这边 那背面的话是教你怎么做开卡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简单看一下 特别提醒你 就是这个跟我们等一下商务预期卡的开卡 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特别做过不同的这个等级区分 那我现在把它拆开来给你看 这张呢就是大家就是很好奇的这个金属卡的部分 那金属卡的话它真的是 砍砍之地有声 我把它放到桌上去好了 有没有 这个应该跟一般金属卡不一样 可是还没有砍砍砍的声音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正面呢 它这张 应该是 这应该类似是梅花吧 梅花看起来有点像是做成金色的这个感觉的梅花 它其实也是就是闪闪发亮 那它的这个卡面 是有一点点类似雾面的质感 然后它的那个花是用贴上 贴上去的那种所谓亮亮的感觉 所以它不太一样 那你的个人的名字 跟你的这个滑下卡号的部分是在这里 好 英文名字的部分 那背后的部分呢 很简单 好 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 你还是可以 签名条跟那个刷卡条是金色的 好 那后三把在这里 然后这边是你的卡号16嘛 好 我就把它遮起来 但是呢 你会发现说 其实像金属卡部分是没有这个 所谓的悠悠卡的功能 好 因为金属卡它可能这个里面的线圈 没有办法再做上悠悠卡的感应线圈 所以它可能就没有办法附上去 好 这比较可惜 但是呢 你如果有深邁商务预袭卡 或者是其他的卡等 比如垂涨无限卡 你就还是有这个所谓的 呃 这个悠悠卡的功能 所以它下面其实算是蛮干净的 好 你看一下你就知道 好 所以这张卡片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算是非常的好看 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这个金属卡机 我记得我之前还有另外一张金属卡 我看一下 在哪 有个M口卡 所以我总共有两张 等我一下下 我来拿给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本身 目前所持有的 在国内的部分就是只有一张嘛 那就是目前第一张是我们 中信华航的这一张 那另外一张的话呢 就是这张是 呃 它现在应该改名叫做这个 CRO Crypto Card 所以这两张是我目前所持有的 两张的金属卡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说 都是Visa的 然后这个感觉也不错 这样子 那中信的部分 我觉得它质感好像感觉上是更剩一筹啦 就美败这样子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人生中的第二张金属卡 宝可梦觉得非常的开心 好 那看完了我们的这个金属卡的开箱之后 接下来要来往下看的是 我们一般人申请的商务运行卡 会是长怎样子 好 我就开箱给你看 来哟 一 呃 这个有点穴穴 好 哎呀 好 我把这个穴穴先收起来 好 开给大家看 吊当 好 你在这边你会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它的这个所谓的DM的介绍 这个就算是一般人都可以拿到 就很普通这样子 好 所以把它展开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就是 跟你讲说 哎 这张华王卡 它有一些什么基本的权益 好 在这里 然后呢 它的背面的部分 是 我看一下 有些免税品 或者是基本的一些优惠的部分 它都有写到 所以你也可以看一下这样子 它这个就是很一般的这种普通的印刷 那 另外一个是你的开卡行的部分 好 在这里 开卡行的部分 它的背面其实跟正面不太一样 它这个背面 跟我们刚刚的顶级卡的这个背面 我看一下 哎呦 差不多 所以它这个是同样一张 好 好 那你可以在这边看到的话 就是说它的卡片 好 这个质感当然是不一样的 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感 好 这个就是一般的信用卡 就是所谓的塑胶质感的部分 好 那 它的这个背面的部分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把这个相关的资讯 我刚刚有先贴起来了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 哎呦 好 它这一次的这个签名的部分 它是放在下面这里 所以它的那个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刚刚的金属卡的差异 好 所以它们在背后的这个配置的部分 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呃 他们有针对这个不同的卡片的背后 有做不同的设计 好 也是蛮有趣的 那你这两张卡片可以放在一起看 这样子 嗯 好 不错 对 所以如果你申请滑航卡的话呢 你拿到的上面是商务预期卡 下面的话是这个 一般的这个 应该是顶尊无限卡 这样子 好 总共有两张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 看完开箱之后 你是否也觉得有点心动 是否也想要来一张呢 好 那这应该也算是就是目前 取得这个金属卡 国内信用卡 发卡行的最低门槛 两万块就可以拿到了 好 好 那今天的金属卡开箱就到这边 好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继续聊的是 这个 信用卡送的金卡汇集 到底有没有亮点 那 呃 一般而言的话 信用卡给的优惠归信用卡 那这个 应该华航就说 这航空公司给的汇集 其实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航空公司 它是要盈利的嘛 所以它会希望你就是 成为它的高卡汇集 所以它也提出了很多 比如说不同的优惠 但是它的达成的门槛 也蛮多的 我在这边就是 直接带你看一下 这个 华航的这个官网 这边有写到它的会员的级别 有几个不同的 那它这一次中信送的这个叫做金卡汇集 叫做金英汇集 那如果你要累积到这样的等级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你要先从华夏卡开始 如果你没有这张信用卡的话 那你你就要 至少要搭华航或者是华信的这个 班次至少要有 自营航班也有六次以上 或者是飞行这个 多少三万里 或者是商务仓的部分 至少要有十次以上 加钱屡次二十次 这样子你才有可能去 晋升到金卡汇集 那你金卡汇集 如果要往上到翡翠卡 或者是金赚卡 其实你要搭乘或是累积的飞行里程 其实就更远的 它这边的飞行里程 指的是飞机飞行的这个 长程的这个 应该说远近距离 就比如说你到泰国来回 可能就是三千里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飞到三万里 你可能要去泰国十趟 或者是你就要一趟台美 这样子飞一趟 你才有可能累积到这样子的 这个所谓的里数 所以这个里数 跟我们刷卡累积的里数 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指飞机飞行的 这个距离的部分 所以你要特别去注意 那要怎么累积 就是说让你的金卡汇集 继续去做这个所谓的续卡部分 它也有很严格的规定 比如说你还是要持续的搭他的航班 搭到六次以上 你现在看我们一般小资组 如果一年出国两趟 那你根本就不可能去累积到这样子的比例 所以六趟的话 一年六趟的意思是代表 你至少哪两个月就要出国一次 所以这算是一个很频繁的出国旅行的这个部分 应该算是类似是真的是给常旅客 而且是很频繁的去使用华航服务的人 才会用到这些所谓的会员等级的部分 所以相关的这些权益 你其实可以在这个华航的官网里面去查询 那另外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优惠的部分 应该是大家比较在乎的 就是你如果是半信用卡拿到的金卡汇集 你可以拿到怎样子的服务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你必须要到翡翠卡或金钻卡以上的等级 你才能够拿到这个所谓的坐舱升等 或者是送你的里程数 那金钻卡比较厉害的是 它除了给你一些坐舱升等之外 它还可以让你免费送一个亲友 一个金卡汇集 这个也是它等一下下面应该会有 我觉得是还不错 那定位跟购票里面有写到 如果你是金卡的部分的话呢 有快速定位功能跟定位专线跟传真服务 定位优先后补 这都是比华夏凯一般会员来讲还要好的优惠 那国内线购买票是有九折 那预定优先座位本人的部分是部分免费 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有给送你一些基本的权益 不过这种只要缴年费就有的卡片 其实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有 所以我觉得你知道肯缴年费这些基本权益都有 好多我觉得就是好一点 类似像蔡市长一样大家都有 就还好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那你要往上晋升到翡翠卡或是金钻卡 那才是真的是所谓的贵宾阶级 那当然就有差了 不过它的门槛 刚刚有讲过就是比想象中的还要麻烦 还要复杂 你要真的要很长去搭华航的这个废机 你才有可能累积到 那生日的部分的话呢 你有一个奖励里程15% 那不同的等级越来越高就会拿到越多 机场领域的部分是 这一次金卡赠送的亮点 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优先报道权 然后有专属柜胎 然后有多一件行李 或者是10公斤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常常出国 而且你的行李可能会超过一件以上的话呢 你使用金卡会员 你其实还可以再帮你多带一个旅行箱 这个是很不错的 所以这个是给就是常常出国跑单帮 或者是商务旅行中长省 需要多一点衣服或是什么在身边的人 这个真的是还蛮适合你的 办了这个所谓的顶级卡 顶尊卡 顶尊无限卡以上 顶尊无限卡或是随善无限卡的话呢 你还可以拿到金卡会员 那金卡会集的部分呢 它还可以让你就是多带这个所谓的 一个旅行箱 我觉得这算是不错 然后还可以优先报道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 其他履域他看到说 累计里程酬兵奖励 然后机上购买免税品有折扣优惠 香烟跟部分商品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金卡会员 金卡会集以上的等级其实都有这样子 那卡别优惠的部分的话呢 看一下 金质旅游现金折扣 这个好像金质旅游后来没了 对 所以有晋升礼跟这个所谓的 指定亲友获赠金卡 这个是所谓的 他最高等级的那张卡片 在金赚卡会员才能够 赠送金卡会集给他自己的身边一个亲友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你是有优先 就是机会已经满了 但是你在后补的部分 如果你是金卡会集 你还可以就是有机会优先 就是被后补到 所以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样吧 他讲求的就是一个priority 这个所谓的优先顺序的部分 如果你有比较特别的会员 那他们就优先为你做处理 这是一样 就是你必须要对这个厂商一样有贡献 然后他们才会优先 就是给你一些福利跟好康啊 所以这是这是很理所当然的 那生日里程的部分的话呢 他这边说的是 你如果在生日月有搭乘他们的航班 他就会送你2000里 所以这个也是不无效补 像国泰世华的长荣极致无限卡 他也有在生日月的当月 进行这所谓的搭飞机 然后他还有这个里程加倍的部分 所以这都是大家可以去利用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他们的长旅客 很常使用他们航班的 办他们的信用卡 就可以有一些额外的优惠这样子 那贵宾室的部分这边有写到 他的使用规则的部分 那你们大家就是可以再稍微看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 其实他跟信用卡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你要额外再花时间去研究 而不是说办了一张卡片 然后来累积就好了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华夏里程 其实跟这个长荣的 这个所谓的亚洲万里 应该是无限万里有的 这个会员制度的兑换 奖励机票的机制有点类似 所以你如果是习惯这个长荣的部分 你来看华航 你本来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国航都差不多是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真的确定理解了 他们的里程计划 而且送了一些贵宾服务 你都觉得不错了 那你再来考虑申办这张卡片 我觉得也不迟 我们这边没有要推卡 所以我们就是单纯的分享 你就自己去决定说 这个卡片我看了介绍之后 我是否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再申请就好了 这个完全都是不强迫的 所以我们金卡的这个部分 简单到这边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唯一一个比较不错的亮点 是这个信用卡的DM 他有讲到这个 会集竞胜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是首刷 而且成功加入中华航空的华夏会员 当你是顶尊无限卡的时候 他会送你金卡会集两年 然后他送你的是 是用正卡及一个付卡持卡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申请了这张顶尊无限卡 那么你还可以再加班一张付卡 这是免年费的 然后他也可以跟你一样 有这个所谓的金卡会集 所以你们家就会有两个人 很适合老公老婆这样子 然后两个人都有金卡会集 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有多一个行李 然后也可以就是进去他们的贵宾室 这个都是很不错的这个权益服务这样子 那第二个或第三个 或第四个这个所谓的付卡的持卡人 就没有这个优惠了 所以你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 第一个付卡持卡人 一定要确定是你要给的那个权益 当然你家如果有一家老小 像我家就七个人 我可能还要再多办四五张付卡给其他人 我就要胜选说到底我的另外一个金卡会集是要给谁 像我们家的话 像我姐姐她就也蛮喜欢蛮长搭滑行的 我就可以考虑就是申判付卡给我姐姐使用 那他们带全家带人出去的时候 他们还可以多一个行李啊 优先报道啊 这其实都算是一些不错的福利 所以你们也可以衡量一下你们家里面的情况来决定 到底这个付卡是第一个要给谁 最好是给那个会常使用到这个权益服务的人 像我给我爸妈或给我弟就不适合 因为他们也比较不常去搭滑行的飞机这样子 所以这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这个部分 那最后的话呢 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念是 为什么我要办顶尊卡跟商务预期卡一起 那这个就很很很现实的一点 就是说像顶尊无限卡 如果你自己本身不是很常搭滑行的人 那么这张卡片的年费两万块 我觉得会是一个负担 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想要收藏金属卡 所以我愿意花两万块年费来去尝试并且取得 然后使用它一年 然后拿这个所谓的满额里的部分 那还有将来的MGM活动都是要有卡才能参加的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它变成了一年卡 就是首年的优惠很好我都拿到了 第二年我不想续卡的话怎么办 没有关系因为我的里程跟我的这个资格 我都还是持续可以用商务预期卡来做使用 并且就是想有优先报到的部分 所以这张卡片是我的预备卡 也就是说将来当我的里程放在中信的账户里面 不会失效的情况之下 这张卡片是可以持续累积的 那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我们这次中信华航联名卡 它其实是每满五百里 它就会这个里程就会直接进到这个华夏里程里面去 所以你要特别去注意就是这个里程的部分 真的它没有办法放在你的账户 比如说放两年 然后再转到账户里面 不对它是没满一定的这个数字 它就直接转进去了 所以你的账户 你的这个里程的账户只要移到这个华夏会员账号里面去 就是三年之内会到期 所以你一定要在三年之内把它兑换掉 不然的话就会很可惜 因为它就会失效 除非你要再去换一些什么 机上的一些赠品什么的 那我觉得就不划算 因为基本上喜欢累积里程的 一定要是拿来换飞机票 是比CP值比较高的一个选择 好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衡量说 它的里程大概就是三年之内会到期 所以你要想清楚确定要了才 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好不好 这一定是自己要想清楚的部分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最近的这档卡片 我8月17号记者会就是申请了嘛 好那申请之后就离底核开 因为我本身就有中信的户头 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加入了这个华航的APP 就是加入它的会员之后 它这个APP里面其实马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我的这个汇集的部分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你看一下宝可梦这个手机投影的部分在这里 这边其实中信它的应该是华航的APP里面 这个相关的APP有三个 一个是中华航空 另外一个是它这个有点类似像手提带 这个是让你去买机上购物的 好那第三个是华信 他们都是一个子公司的这个关系 那华信的部分好像没有跟华航的这个会员 直接做连接 所以我就是先下载者而已 那你如果是华航的这个APP 其实你点进来之后 你可以在这边 它的那个会员账号里面可以去看到你的这个累积里程的比例 好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之前的账号已经有三万五千里了 这是三月份的时候进来的 除此之外呢 有没有看到8月17号有一个合作里程三千里 马上8月19号马上就进来了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好其实它这边有写到啦 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有一个所谓的迎宾礼 你的这个顶重无限卡的迎宾礼的部分 你只要就是合卡之后手刷一笔 然后它就会送你这个三千里 那我的三千里 你居然在我当天手刷的当下 它就直接给我了 好我的这个APP里面呢 我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的因为我这个就是卡片 你可以从HomebankAPP直接把它加进去 那我已经加进去了 就是我连卡片都还没收到的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开始用Apple Pay了 那我在8月的这个有没有 128块钱是8月19号的下午1点57分进行了这个刷卡的部分 然后呢我的这个里程的部分在8月19号当天就进来了 所以你只要卡片在APP上面看到核准了 你把它加入Apple Pay之后认刷一笔 它马上就送你三千里 所以这一次的话我觉得 华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里程连动跟正奖非常的快速 甚至我只要刷到18888 我可能那个最硬的里程马上就进来 他们的速度做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华航的这个APP我觉得也蛮不错 你有机会你可以自己去试着去使用一下 我这边应该有看一下 它的首页这边 你登录之后呢 它可以有一些行程跟预办登机的部分 然后个人话推荐啊 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甚至它有没有更多服务里面有一个华航联名卡的专区 那华航联名卡专区现在可能还在更新当中看不到 但是大中华吸手费的话它也有 就是会跳出去 跳到这个购票的这个优惠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华航目前在国内就是有两张联名卡 一个是大中华吸手费 另外一个就是中线华航联名卡 这个部分你可以在为自己看一下 那这边有一些旅行证券 一些个人的设定 个人话推荐的资料什么的 其实你都可以在这边就是简单的做这个 所谓的查询的部分 这个当然就是跟你真的会搭他的飞机 然后预办行程登机 有相关的这个部分 那现在因为疫情不能用 不能不太常出国 所以你这一功能可能用不到 但基本的里程查询是可以的 像我的话一查就知道说 它马上就是我们3000里的 所以这个联动非常的快速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 那将来的话 如果你自己本身 我先把这个画面先切回来 我们的iPad好了 继续往下讲 将来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要再使用这个顶尊无线卡 那么你就可以换这个商务预期卡 来重新使用 这个商务预期卡的部分呢 其实将来就是免年费的关系 所以对你来说是好用的 因为你不会再被收到年费 然后你还可以持续的去累积里程 甚至是因为它是30元一里嘛 但是在生日月还有10元一里 也是非常不错 所以这两张卡片我是建议说 如果你是要整套留下来使用 那这个是可以一起办下来用的 是很不错的 那最后的话呢 来就是简单几句话 然后来就是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分享 这个就是我觉得华航就是华航联名卡 应该算是拖胎换骨 然后跟之前的汇丰比起来当然不太一样 但是呢 它还是我觉得它有一些亮点 比如说里程兑换最高到6元一里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 然后它的卡面设计也非常有新意 有金属卡的这个权益的部分 当然年费也往上提升了一个等级 level也是到2万 没有啊 之前汇丰华航卡的那个最高等级也是2万块 所以好像也差不多 所以至少它算是有新意啦 又给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个人看来是觉得还不错 所以就是提供给大家分享 我也期许中信华航卡它可以越来越好 然后不是只是紧紧的就是 旧瓶装新酒 这边打错了 旧瓶装新酒 所以期许它可以越来越好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你自己看了一下 你自己研究一下 你真的觉得这张卡片很适合你的话 那么你再去审办 那你在这边做个预告就是我们9月份起 我们会有一个我们本团的专属的MGM活动 那这些MGM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会从 银行给我们的一些里程 然后一些价值的部分 我们会提拨一部分的比例出来回馈给粉丝 好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你们可以参考的 如果你们有想要跟团上策的部分 非常欢迎你们从9月1号起来跟上本团 包括梦就会举办活动来回馈给大家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互利共享的这个规则 就是一点都不复杂 有赚钱就回馈给大家 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来就是使用这张卡片 也希望大家就是有所收获好不好 喜欢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就是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把这支影片呢就是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小铃铛开起来 这样子最新的优惠呢 才不会就是miss掉这样子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